花了900块的这么一个价格 入手了一台魅族的18 应该算是一台具有性价比的 骁龙888的机型的吧 手机承受非常新啊 一个99型的这么一个外观 没有任何磕碰和划痕 这手感的话说实话特别的棒 这台机器的话是一个8加128G的内存 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 大家听重点啊 因为它是一台魅族18的工程机 什么叫做工程机呢 也就是每个手机厂商 它需要研发新的手机型号 对不对 它就需要对各种软件啊 或者是硬件去对进行各种调试 这一步过程当中呢 它就会产生了一种工程机 我手里面这台就是了 它是有一些缺陷的 我这台的话 它就是指纹识别用不了 然后它的系统升级的话 也是没法升级的 虽然这里显示立即更新 但是它上不去了 只能永远的停留在这个9.3的 这么一个系统的版本上面了 也就是安卓11的这么一个系统版本 其他的话都跟正常的零售机 没什么区别 擦卡打电话这些都是正常的 我也是测试的好多功能 都是没什么问题的 拍照这些也是正常的 外观的话也是差不多 然后这个手感的话 6.3英寸的2K微曲面的这么一块屏幕 说实话 手感的话还是挺不错的 花900块钱去买一台这样的工程机 我个人觉得还是挺不错的 毕竟它这块屏幕的成本都多少了 大家可以去搜索看一下 而且还是一个消灯888的这么一个处理器 对不对 性能方面的话是绝对没什么问题的 但是你就要忍受它不能指纹识别 然后系统永远的停留在这个版本了 换说是你 你会接受这样的一台工程机吗 欢迎大家评论